9月12号 商务部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在谈及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时 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有效沟通 双方工作层将于近期见面 针对近日美方宣布将推迟加征中国商品关税一事 高峰表示中方谈判的底线没有变化 对于美方释放的善意的行动表示欢迎 中方企业已开始就采购美国农产品进行巡价 我们对美方释放的善意的行动表示欢迎 据我了解 中方企业已经开始就采购美国农产品进行巡价 大豆 猪肉都在巡价的范围内 希望双方继续相向而行 采取实际行动 为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这有利于中美双方 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会上有记者问 9月份以来 中国与美国分别向来自对方国家的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的经济是否有足够韧性应对当前的国际环境 商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稳外貌 高峰回应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新旧动能转化趋势不断强化 我们有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 具有韧性的巨大回旋空间 充足的宏观政策工具 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 确保经济发展基本面的良好态势 高峰指出 下一步 商务部将继续推动各项稳外贸政策的落实 加强政策储备 适时推出新的知识举措 努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推进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